深水埗芝麻糕 蝦子撈麵響啪啪 人人都知深水埗美食多 港鐵站附近的糕點老字號昆記 總是由早到晚都人頭湧湧 何解?因為夠傳統 傳統的方式是夠 用紙磨米做的糕就好 吃下去有米味 有口感 這盤鎮店芝寶 九層芝麻糕 就是用芝米加芝麻製成 一如直衝工場 先將沾乾芝麻炒香 再混合舊煎米 浸兩至三個小時 磨成漿 再加渣 聞到香味嗎? 加入粗砂糖開成的糖水 拌勻 倒一層日本蒸十分鐘 蒸好之後再倒一層芝麻米漿 再蒸直至九層 製作一大膏要兩小時 一天最多出品錄底 要買 趁手了 鏡頭一轉 再去吃碟蝦子撈麵 賣麵賣到美食家輪流推解 加一留心計三副指 每天不怕辛苦輪流壓麵 壓出爽淡麵條 用音力將鴨蛋搓入麵粉堆 這樣一搓就半個小時 之後用粥將麵橫直 清十字來回壓 壓完一次 將麵團摺疊後再壓 來回三次 壓出麵的筋繩 其實食物應該都是原理食品 只不過現在可以用機器大量製造 所以就會覺得沒那麼矜貴 對你們來說可能就是 十斤粉三十多隻 每天都是這樣的 對我們來說 甚至是十斤粉三十多隻 每天都可以不斷 我們看到明細的分別